去年九月基泰建設建案 基泰大職 因為施工不當 造成臨近民宅塌陷 檢方歷經了七個月偵辦 發現基泰沒有暗圖施工 將連續幣的厚度 是縮減了十公分 還有商請相關的單位 變更監測的初始職 造成的數據失真 甚至有監造人和技師 明明沒有到場勘驗 卻造假簽名 檢方今天是依違背 建築術成規等罪嫌 起訴基泰邱信副理 以及王姓建築師等五人 也有受災護士認為 基泰一再欺騙 後續的調解態度也很消極 自家建案有缺漏 基泰建設高層曾經公開致歉 去年九月基泰大職建案施工 害得周遭民宅坍塌下限 經過七個多月調查 檢方二十九號徵結 以違背建築術成規等罪嫌 起訴基泰副理邱承宏 工地主任張博祥 建築師王德昇等五人 其中有三人 北檢跟建勤法院寵重量刑 翻閱起訴資料 檢方指出 作為工地負責人的秋信副理等人 沒有暗土施工 把厚度六十公分的連續壁 私自縮水成五十公分 也無視監測數值 超過警戒值持續趕工 王信建築師等人 沒有道場勘察 卻洋裝出席 簽名用印造假 更早有住戶案發前曾反應污損 但基泰篡改監測數據 變更兩側初始職言室 面對損林事件有住戶職言 一再受騙 更抨擊基泰 後續處理消息 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雙方調解不成會介入處理 台北市政風處也強調 全案建造審核 損林申訴等等 監管處人員設有疏失 將檢討行政責任 基泰則回應 全案是意外 案發後也積極面對 努力善後 認為檢方的偵查結果 部分與真實不符 對此感到遺憾 記者 陳冠軍陳柏玉 陳立峰 台北報導